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生活是一种腐蚀 贫穷、饥饿、怀疑、贪婪和高高在上都会腐蚀着人的灵魂 乌矮缭缭的火车站台之上堆积如山的行李破旧不堪 他们记载着主人和家族所经历的不平凡的历史 而站台的末端 梅尔菲消瘦的身体之上还压着一些沉重的行李 而且还要时不时的用一只手驱赶飞来的蚊虫 这时,列车呼啸而过 几乎将梅尔菲瘦弱的身躯卷入轮下 不过他还是坐上了这趟列车 至于去哪儿,想必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之后他拿起杂志,无聊的翻看着 而他的头顶坐着两个下象棋的男人 说是下象棋,其实他们是不用动的 因为列车的颠簸会让象棋自动走向不同的位置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思考,思考再思考 当然,胜利的一方也会受误阻导,眉开眼笑 这让梅尔菲感觉到很好笑 而他的对面坐着越老易小和一个猥琐的男人 他好心的向看书的男孩打招呼 可是男孩似乎并不想理会他 而猥琐男生边挂着一个球拍 应该是运动员出身 他不怀好意的看着梅尔菲的长腿 心中有了龙龙的想法 而且还用手做出了不雅的动作 这让梅尔菲很是害怕 于是他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好在男人并没有做出其他的行为 很快,太阳落下了地平线 列车也停了下来 梅尔菲看着已经睡着的上铺 心乱如麻 于是他打开了身边的窗户 可是这一举动似乎差点惊醒了旁边的猥琐男 之后一道道蓝光穿涩在火车和树林之间 而火车的上空还站着三个人 无聊的梅尔菲在纸上写写画画 突然车厢上传来了一阵异响 梅尔菲害怕极了 其他的人都沉浸在睡梦之中 这样寂静的夜空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随后一个满脚泥巴的人走了进来 梅尔菲感觉到了危险 就拿出一把伞防身 而外面的人并没有走进车厢内 而是在暖气管道之中 释放了毒气 梅尔菲察觉到不对 但是他也不敢开门出去 很快 列车就像是脱缰的野马 越跑越快 把铁轨都擦出了火花 突然 火车撞上了一头路 梅尔菲也惊醒了过来 但是这时 车厢里的人全部都消失了 他回忆起 自己迷迷糊糊的时候 仿佛看见了 对面的人被掏出了肾脏 这让梅尔菲害怕极了 他疯狂的 才要把刚刚的事情告诉列车长 可是这列火车仿佛没有尽头 最后 他摔倒在了火车的餐厅里面 冷静下来的梅尔菲发现 这里很平静 根本就没有什么异常 难道是自己做了噩梦 他缓缓的站了起来 跟随着飞蛾的指引 走进了一片光明的世界 人生是一张白纸 想要添加什么颜色 都由自己决定 但是不管是怎样的人生 缺少家人的陪伴 你会过得潇洒吗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 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